你 你 哎 起床 快点 停一下 这是我的活儿 躲开 躲开 真没有想到 小月桂也有找不到活干的时候 想抢我的活儿没那么容易 明嫂 李嫂 过来帮帮忙 来来来 我带一起来 来来来 一二一二 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好 我很满意 我相信新妈妈也肯定会满意的 明天还要再急再厉 还要和今天一样啊 新妈妈早 新妈妈 好好好 大家都散了吧 好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这一品楼啊 我可从没看到大家一起干活过 这都是小月桂起了作用 大家要和她比一比 谁更勤快 嗯 好 好 姑娘 喝点茶吧 这琴的音有些偏了 去跟李姐说 让条音的师傅来一趟 好 我一会儿就去 好几天没见着阿七哥了 也不知道她跟着长音在忙些什么 听胖嫂说啊 这个新来的乡下丫头可厉害了 才刚来没几天 新妈妈就打赏了 听胖嫂说啊 赏了衣服和鞋子 还有一个大红包 出去办事还带着她 唉 这样的待遇我都还从来没有过 她可真会往上爬 我再问你阿七哥 你老说一个丫头看什么呀 听胖嫂说 她们这两天总在一起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很开心呢 是吗 姑娘 要不要叫于少爷过来 说说笑笑而已 也没什么 阿七和李姐不也有说有笑的吗 胖嫂这个人听风就是雨 你别听她胡说 嗯 那倒是 你也不要再搅舌头了 一个新来的丫头 能有什么样 是 哎 胖嫂 明嫂 胖嫂 我给你们买了 成荒庙的桃酥 哎呀 太吵了 阿七 快来快来啊 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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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太好人哪 阿七 谢谢 谢谢 喜欢吗 慢慢吃啊 谢谢 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 t'ro hi 干什么 t'ro hi 这里啊 就是一品楼最重要的地方 别看现在静悄悄的 到了晚上 上海滩有头有脸 有身份的人都会到这来 除了楼上的官人以外 其他人是不准到这里来的 你笑什么 那天李姐已经带我来过这里 我都知道了 还有个地方 李姐肯定没有带你去过 跟我走 来 阿七哥 清云 你怎么又下床了 你的病好些了吗 已经没事了 新妈妈给我的药特别管用 她是谁呀 她是新来的 叫小月贵 在后面干活 我带她四处走一走 来 来呀 这位呢 就是清云姑娘 她是一品楼的当家头牌 她的平坛啊 是上海滩的一绝呀 清云姑娘好 你还真是好心啊 看你热得满头大汗的 我给你擦擦 我自己来吧 你又看不到你的脸 怎么知道哪有汗呢 别等啊 对了 你昨天找我 我最近饭菜有些吃腻了 你下次来 给我带着吃的过来 没问题 那我先走了 走 来来来 大家快来尝尝 这是我用红包给大家买的 枣泥馅的 来来来 大家不要客气啊 哼 有什么好显摆的 不就是得了个红包吗 真没吃过点心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都是卖力气干活的 只有你险山露水 也不知道 你怎么把这心妈妈的 只打赏你一个人 哼 这么热闹啊 李玉姐来啦 李玉姐来啦 我买了枣泥糕你尝尝 好啊 这么多好吃的 长嫂 也来一个 来 李嫂不要客气来 来 好吃 咱们出去吃 好 实话算数啊 好 上次第二个给你了 走走走走 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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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打了赏 不请他们吃东西 他们会说我小气 请他们吃呢 又便便扭扭的 不要理他们 这些人啊 都是有口无心的 你一定不要往心里去 这样只会不开心 是不是啊 是啊 李姐说的对 犯不着跟他们计较的 来 你也吃一个啊 高兴些 好吃 别动 给我来 二八 躺着躺着别闻 哎呀 你说你啊 当年幽小又瘦的小秀才 现在了不得呀 千军万马 你敢斩袁世凯的手机 厉害 可惜 晚了一点 是晚了一点 可是你胆大敢为 就这一点我佩服 可是兄弟们都死了 行了 不说那些伤感的事了 告诉我 这些年 你和你母亲都在哪生活啊 在苏州 后来 我去了欧洲留学 在那见了很多人 学了很多东西 哎 那你母亲呢 一定去了 如此说来 你现在是孤儿 小秀才 我们有缘分 今天我们还能见面 这就是缘 你算是到家了 尽管你父亲 当年坏了规矩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以后 只要我再商会一天 这就是你的家 别动 谢谢你二八 不用谢 留下来 你放心 以后不会再有人动你了 我留下来 我留下来 合适吗 合适 没什么不合适的 这个商会是我说了算 这一次我不仅要救你的命 还要帮你生存下去 小秀才 你不会因为当年你父亲的事记恨我吧 不会的 那是我爸爸一时糊涂 这就对了 这就说明你明事力 好好养伤 改天我给你接风洗尘 来来来来 快来看哪 大家快来看哪 大家快来看哪 有好东西 都过来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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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 是长野送给新妈妈的 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呢 新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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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看 什么呀 这个呢 就是 茶叶的鲜饭啊 你看 这个啊 是洋人制造的石钟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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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它这么漂亮 别小看它 它呀 还会叫呢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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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们快干活去吧 快 干活去吧 去干活去吧 好 好 好 李姐 怎么不见小月桂啊 小月桂 她走了 走了 去哪里了 我又没把它吃掉 干嘛这么看着我 逗你呢 她在后院干活呢 玩笑不能随便开啊 小月桂 小月桂 等一下啊 谢谢 等等 谢谢 人家还有干活吗 我帮你买了东西 谢谢 按你说的 剩下的钱呢 买了兴致 给我 谢谢你 阿琪 别这么见外嘛 我常常帮大家买东西的 来 我帮你干活 哎呀 不要 这怎么可以呢 被人家看到 人家说我呢 好吧 对了 我这样问你一件事呢 上次你说的那个词 是什么意思 哪个词 鱼光 鱼光 就是 鱼的 眼光 真的吗 骗你的了 那你干嘛要骗我嘛 人家是好好问你的快叔嘛 什么是鱼光啊 鱼光呢 就是 比如你手里在干活 你就盯着你手里的活 其实呢 你的鱼光是在看着我 我才没有看着你呢 我知道鱼光什么意思了 就是我看到了 我根本不想看那个人叫鱼光 是吧 大概是吧 对了 你为什么要买信纸啊 写信啊 给家里人报平啊 这么说 你会写字喽 我识的字不多的 我以前送我表弟去学堂的时候 我偷偷在外面学的 可是我毕竟没什么文化 所以我写信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 我都写不出来 这样吧 我帮你写 这样呢 你还可以学习 你以前不认识的字 真的吗 阿琪 当然了 我还可以把你不认识的字 编成一个小册子 当你临睡的时候 就拿出了温习学习 谢谢你 阿琪 给 吃吧 阿琪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对你好吗 嗯 就在那儿 奇怪 刚刚还在那儿呢 一会儿的功夫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们过去看看 嗯 可是 一品楼的楼 我还不会写呢 收 嗯 楼 木 米 女 好痒 会了 你 这样 你 明白了 哎呀真是气死人了 我真想上去狠狠地打他几下 你以为我不想吗 那你怎么走了 打他几下算什么 我还有更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她一个乡下丫头 想必不懂得人情事故 我就要教教她 让她知道 什么是她可以碰的 什么是她 不可以碰的 嗯 就怕阿琪还护着她 她顶多顶多 就是个爷味罢了 周济南河商行 周老板 社饭局 梅龙酒家 有请侠云姑娘 有请侠云姑娘 谢谢秦老板 今晚我想留下 留下来做什么 把酒夜谈 不怕明日家里罚你跪 我不怕 你不怕 我怕 你怕什么 小丫头骗子 都几个月了 你总是躲躲闪闪的 今儿晚上你得给我个准花 数日以来 轻衣的身体一直不适 说我不能奉陪 您看 吃药的时间又到了 这个丫头 你去看看厨房 给我熬的药好了没有 厨房里没有熬药的 吓隐的丫头 有的 你只管去看 好了来叫我 清云姑娘 我刚刚从厨房过来 没有熬药 我看过了 你哎呦什么呀 还不快去 快去啊 站住 清云姑娘 要是话要想清楚 新妈妈 谁在里面 清云姑娘和秦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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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知道吗 哦 我知道了 你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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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可以叫做基督山伯爵 基 基 基督山 哦 基督山 来来来 走走走 呸呀 这阳门里也讲故事 对 也是讲故事的 就像我小的时候 二爸带我去茶楼听评书 到了关键时候 就且听下回分解了 哎呀 老了 跟不上你们了 我可以料定一点 以后你肯定比我强 二爸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嗯 是 找你是有话说 快点把伤养好了 留在伤会帮我 你有学问 有胆识 还懂外国话 现在伤会有危机 我需要你这样有能力的人 伤会有危机 现在不是浦江伤会 最鼎盛的时候吗 我在外边都有耳闻 圣极而衰 鼎盛的时候 就是危机的开始 哎呀 遗憾的是 我现在 还不知道危险在哪儿 利兄啊 我在黄佩玉身上发现了这块怀表 好 好像是顾师爷的吧 哎呀 师爷 你可真是好记性 这块表你居然能记着 这才是你接纳黄佩玉的真实原因吧 是 其实在他们刺杀袁世凯之前啊 我就已经得到消息了 哦 这个孙文和黄兴到了上海啊 很少住官邸 其实啊 他们都是哈同的座上客 嗯 这么说 黄培玉是孙文系统的人 不 也不能这么说 这个黄培玉啊 比他们激进的多 只能说他们有点联系 所以 所以他们刺杀失败之后 说北平在缉拿这个人 哎呀 我就有点感觉 我感觉 这个人我应该熟悉 他确实是顾师爷的儿子 没错 他就是小秀才 你让我来安排接纳黄培玉 你跟三爷 五爷讲的 那番国家民族的话 都是说给他们听听而已 话不能这么说 咱们商会要在上海生存 不像北方那些个商会 他们依附的是权势 我们在各帮派之间生存 要的是什么呀 要的是打交道的诚意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绝不依附于谁 那是 所以我不跟下面人说 包括老三和老五 其实啊 还是个规矩的问题 当年 老会长病亡 他爹 他爹 不时也不忠 想篡夺会长的职位 而被你处死 按规矩 会株连妻儿的 而你呢 因为与小秀才 感情深厚 情同父子 所以是你 放了他和他的母亲 我知道 你怕三爷 五爷 即会中门 会不服 对他 你打算怎么办 留下 在商会里做事 你觉得有愧他 你对他有恩啊 师爷 话不能这么说 他吃了那么多的苦 现在又是个孤儿 你说 现在我不管他 说得过去吗 师爷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嘛 这黄碑玉 虽然跟我们 浦江山会 有这层关系 但是出去多少年了 一回来就进入高层 这安全怎么办 你得这么想 你说刺杀袁世凯 这是多大的事 可是他敢没 那是有去无回的事 就从这点胆识 我就喜欢 大心里喜欢 是啊 关于黄培玉 三爷 五爷 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呀 这还不容易 你就告诉他们 说这是我的主意 好 好好好 我明白了 关于那几个人怎么办 你说 那些人该怎么办 我看啊 这件事正好凑在那几个人身上 不是巧合 就说第一次吧 那么机密 他们就把人劫走了 这第一次就算是碰巧了 那么第二次呢 你到了现场 他们居然设下埋伏 就是冲你来的 这里大有玄机啊 那就给我查 如果查出来是青鹰帮那些人干的 查出来几个 就给我灭几个 我已经派三爷去办了 这才是我的师爷 谁让你进来偷东西吃的 你偷了这么多东西给谁吃 给妹妹 那你家里其他人呢 在淘奶的路上都死了 来 你记住了 以后肚子再饿也不能偷人家东西吃的 来 这个拿回去给你妹妹吃吧 以后啊 我会经常放下来 那些吃的东西在后院门口的 你来拿就好了 谢谢姐姐 谢谢 快起来吧 记住了 以后不能再偷人家东西吃了 走吧 我还要不饿了 你 在座的都是商会的老人了 佩玉的事我也跟你们都介绍了 我就希望以后啊 你们能尽心尽力 形成团结 把商会的事办得更好 来 干杯 干杯 来 北约 来 欢迎 你们先下去吧 五爷带着阿琪办的事 已经成了 青银帮邹振天吃饱饮了 我们不知道他向何处发展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取代我们 第二个是不与我们对抗 如果是第一种 我们自是别无选择 我们只能是灭了青银帮 如果是第二种 我们就放得去 我们只抓上海的主要行会 这是长爷定下的策略 今天在此宣布 以后办事都要以此为准 此为严令 不可清淡 下面的事情 长爷亲自讲 我要说的是佩玉的事 佩玉的胆识 大家都领教了 我们商会 现在急需这样的人才 所以我要把它留在商会 在商会的位置是六爷 长爷 我甘愿为商会效力 但是我还年轻 你给我这个位置不是帮我 不是帮你 是你在帮我 既然来了 就应该尽这份责任 老大 我不是说黄先生不配坐这个位置 按照咱们商会的规矩 我怕下本人不服气 规矩 规矩是人定的 因人而异 说到丹宝这事 我知道它的底下 我信得过它 你们看我丹宝行吗 还有谁有意义啊 好 长爷这人就这样 说什么话都太严肃了 来来来 来 咱们边吃边聊 好 欢迎六爷入会 来 来 干杯 干杯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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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 老我 哈哈哈哈 怎么了 我想请你喝老酒 你 请我喝酒 嗯 而且是外国的老酒 三爷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好 你天天在长爷面前损我 在背地里搞我 追说了吧 究竟想干什么 你不要瞎猜我 就是喝老酒 真的 真的 你不要瞎猜猜 告诉我 老三 干脆我替你说吧 说 你今天找我喝酒 是不是想说那个黄先生 就是他 黄先生刚到我会年纪轻轻 就做了六爷这把交椅 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是 也是 你我为商会打拼了那么多年 拼了性命 才走到了今天 这小子刚到就飞黄腾档 难以负重啊 你说老大他怎么想的 不知道 我这是给我们商会 求一个明天 求一个未来 六爷请 我叫阿九 是商会安排我过来跟您的 六爷 你跟我 跟我 跟我干什么 跟我干什么 跟您就是 您让阿九做什么 阿九就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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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人跟 我挺好的 我挺好的 有什么事儿我自己就做了 六爷 我 您要是不要我 商会一定会责备我的 好 好吧 那你就跟吧 那 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啊 要不我带你出去玩吧 去长三堂子好不好 长三堂子 就是找姑娘的地方 我开车带您去 不用了 要不我带您去看戏 去大世界看戏 不用了 我想先休息会 好 我找人给您铺床 不用了 我自己铺 您要是怕下人铺不好 那我来铺 我说过了 我自己铺 您自己铺床 是啊 我们都有一双手 自己的活应该自己干 对吧 是 好 你去吧 有事我会叫你 那好 六爷 我就在您隔壁 有事您随时叫我 阿秦 长爷 坐 怎么了 最近情绪那么不对啊 长爷 最近的几件事 我都没有做好 我没说你这个 我是说你有情绪 我知道你为什么 因为黄培玉刚入会 就做了六爷 你心里不服是吧 我没有 我觉得老大这事 办得有点糊涂 老三 就算老大糊涂 你服不服他 老五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老大既是糊涂了 我也会誓死追随他 当年老大为了救我 肚子上连中了三枪 差点丧了性命啊 为这 我阿三水里活里 我没有二话的 老三 都到这个时候了 谈这个有意义吗 老三 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想跟我说 长爷退下来之后 这个位置是谁 对不对 你没想过 我想过 那不就得了 阿七啊 只要你动一动心思 就会知道 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现在和黄培玉比 你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知道 长爷 希望我多学习 你把很多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 主要是磨练我 有一点我是清楚的 以后的上海滩 就是要和洋人争天香 三爷 你是个性情中人 总是跟我明里暗里 想比个高下 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 但是我了解你 你是一个汉子 虽然有此心 但你 不会是阴谋 你不会做小人 也不枉咱俩交情了 这么多年啊 我不想和你争 因为我不想操那份心 我一直自知聪明 可你知道我一生 最服的是谁 谁 老会长 不 长爷 老大 对 这是我一生当中 认识的唯一有勇 有谋的人 所以我不愿意有二心 因为他待我不薄 和待你也一样 我也不想有二心 我知道 我玩不过他 我相信 长爷退的时候 会有个合适的安排 所以你不操那份心 对 我不操这个心 好 喝酒 这么挤 啊 不 我也不得了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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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会 那就好 去给我做一碗 菜泡饭是用剩菜剩饭做的 原汁原味的做 过来